廣東話最初不懂得說 完全不懂得聽不懂得說 第二是生活習慣 始終我都承認自己在鄉下長大 那個數字不夠 不排隊 給你們一個顏色已經很尷尬 有沒有搞錯不排隊 我們自己會感覺很有壓力 每個星期總有幾天 可以在九龍公園見到藍師傅 帶著一群學生耍太極 其實亦思亦有 還有時仍當一種家人 有些頭弟都八十歲 當然我們超過十年 所以大家都當一種親人的相處 平時大家相互關心、幫助 我們這些學生基本上都是中年多些 所以人生經理和為人處處 反而都是我們一個老師 所以人家叫做教學相長 就在十年前 他選擇放棄在內地的成就 隻身一人來了香港 其實都很憧憬 甚至覺得香港生活中很美好的 非常美好的 覺得在香港一個這樣吸引人的城市 2006年有一個優秀人才計劃 零半年正式拿到香港身份 開心是非常開心的 甚至都有點激動 但來到香港之後 才發現不容易適應生活環境的轉變 尤其是語言不通 我們大陸一定是買菜的 不是買菜的 不是買菜的 我連菜的 什麼叫菜呢 在餐廳叫菜 叫菜 叫菜是什麼意思呢 你用文字上理解 如果不是廣東人 現在不知道什麼叫菜 就是菜 所以我都覺得初初很驚喜 不過令他難過的 就不單止是語言這麼簡單 我開武館的 你會碰到一些 雖然不是踢館這麼嚴重 都會有人來挑戰 甚至可能 會不會覺得 廣東人的踩場 都會有的 甚至有一個師傅 你都挺囂張的 你來這裡 我說師傅應該怎麼 試一下行不行 我說行 怎麼試一下 自由式的 所以你都挺囂張的 自由式證明要亂來 所有事業由零開始 夜難人靜 難免會感覺孤獨 這個過程其實都經歷了成年 所以這段時間是最痛苦 和自己最彷徨的時候 都會有一段時間 好像有時候人靜下來的時間 都會有過這些奉氣 這樣的年齡 泰劇講求上洩藥水 隨襪複營 冷師傅沒有被這些挑戰激到 反而努力融入香港 一定是改的 因為做人做得好 事業、生活 都是比較容易成功的 首先做好一個 比較正直、善良的人 身邊的朋友 都會不斷地會關心 外護甚至幫助你 在香港從新開始 現在已經圖裡滿門 當中也有不少學生 和師父一樣 是新移民 因為他經常跟我們說 打快的時候 一定要身體 打快的時候 一定要 要融合 要身體好 才會打得好 你要慢 一定要保持你的身體愉快 所以才會開心 學進去 十年過去 孟師傅終於東山再起 全靠的都是這三招太極 學太極第一步要懂得暫裝 放鬆自己 學會平靜 每個人生活中都會經歷起落落 太極教我們在中間找個平衡 太極的動作往往都是欲左先右欲上先下 人溝通的時候都應該退一步海闊天空 更加容易令人接受 孟師傅現在除了教班 也都會推廣太極交流活動 今天就去到伊麗沙白體育館視察場地 主事認真 對活動每一個細節都一絲不久 回想過去十年的努力 太極令他一直堅持 孟師傅覺得一切都是值得 前一霸那個轉浪二不驚 前一霸我都聽到他講話 我不怕從頭開始 但我其實應該來說 我不怕失敗 失敗和錯絕 是我心 是我自己的人生之中 我覺得 我用太極那種陰陽的道理來講 我覺得這些是好事來的 如果不驚這些事情 人應該不會成長 太極真的不是單單 一個權實 一個暴露 應該還有很多人生的道理在哪裏 如果用太極的道理可以平衡 我覺得一個人會比較輕鬆很多 因為生活之中 都會有一些 有些意想不到的困難 所以你首先要有一定的壓力 甚至有一定的腎身 是面對自己生活之中的各種困難 你如果沒有腎身的話 更需要人的幫你也幫不到 從頭來是做好事 最終特別礙事 複補 在下一次瞑目的 您操作 別人 請盡深入 太極的